大家好 所有的貴賓 祥師憲睿 祥師憲睿精采的演出 為活動帶來祝福 由中部上市櫃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所成立的中經會 這天舉辦第29、30屆的會長交接典禮 現場貴賓雲及總統府秘書長 也特別清零現場給予祝福 在這五年來 增加投資了2.1兆 這裡面有很多大家的貢獻 因為作為中經會 所以是全台灣第一個成立的 上市櫃公司老闆組織起來的一個協會 70萬元的這個上市櫃公司 可以說眾星雲集 那我們有無數的創業盤 引擎冠金金手指的得主 那上市櫃公司更多 所以我今天很高興來參加 我們的中經會 他有上造的產品 這是我們公布的光榮 交接典禮由副市長黃國榮主持 新任會長林中和由第29屆會長 台書科集團董事長廖子成的手中 接過硬性 廖子成表示中經會扮演著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橋樑 企業之間就如同大家庭相互幫忙協助 引領大家繼續向前行 大家一直認為說我們都很愛故鄉 我們很愛地方 那你怎麼樣去愛他呢 就是你從你的身邊開始做起 你幸福兵可以服務這個社會的 你可以幫助別人的 你可以從幫助別人過程當中自己受益的 我覺得在在都能夠顯示中經會這樣的精神 那我相信呢 這是我們的DNA 我們要持續往前gogogo 我會學習第一屆會長的精神 邀請各界專家來參與各項的活動 例如法律風險 財經趨勢 避防一些董事離休的課程 休閒離樂國內國外的理由等等 行任第三十屆會長由全國電子共同創辦人 繼副董事長先進光公司總裁林中和接任 林中和表示中經會是全台最老字號上市櫃的老闆聯誼會 目前有超過70家的會員廠商 產值超過兆元 未來也將相互合作一起帶動台中競技起飛 記者裝飾聽台中採訪報導